对不起 熬 我偷偷看了他 我实在是太好些了 所以我就打开偷偷看了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一直我 我还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小铃铛和倒旗 我和他们比起来 我就是个懦夫 我 我一直想说 但是我 我一直不敢承认 李子 我过去伤害了你 是我深深地伤害了 这两天我一直在回想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很不好的回忆 有过冲突 即使有过谎言 那我们也不能否认 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开心的回忆啊 这盒子里的这些 这些都能说明 都是凭证 不是 这些都能否认识 过去的事情我 我希望你不要伤怀 如果你以为我在等你一个道歉的话 跟你错了 我 我不再就这样了 而且现在咱们俩一块工作 也很愉快 是啊 就是 就是也很愉快 我 我 我觉得太愉快了 不想再失去你了 我不想再逃避了 一直 你 你能不能再给她一次机会啊 那许说的 那 那不是爱情 可是 你给她希望 你就让她等你 你把她当做什么了 我知道我会伤害她 我还是婉拒了她 我从来没有给过她一点希望 因为我 我喜欢的人是你 你在说什么 你听到我说什么 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了吗 你总是这样 到最后可怜的总是别人 你好像没有责任 好想都是徐述一响情愿 你什么时候才能懂 别人和你一样是有一颗心的 这颗心不是任你欲取欲求 任意随意蹂躏 随意抛弃的 你经历的变苦足以让我 理解你过去的种状 但是不足以让我接受你的感情 你这么说 既然人都是有一颗心的 为什么我的感情不可以啊 因为你 需要的时候可以接吻 不需要的时候可以离婚 无趣的时候可以拒绝 心痛的时候又可以告白 你全然不顾 在别人心里留下的一片狼藉 我累了 你的感情 偶尔会交叉的火 我无比承受 这么多错过在等我 全世界最狼狈的那一刻 伤心的歌我不想听 讨好的事我不会做 别再借命运的手 扯入我 所有的过错都在我 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刻 我完全是爱的 我都要一个大人 都要来 这个是 在我 这些都要看上去 看上去 你受了 你受了 也不能那一刻 口吻 捉弄我 程总经理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们赶紧出发吧 都这么晚了 还出发什么呀 我刚跟姐姐打了电话 说你临时加班 去不了了 我实在是很抱歉 千万别 我姐姐非要你参加我家的酒席 本来就是给你添麻烦 去不了也好 我们少演一场戏 程总经理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事 肯定有 今天白银终于可以对外汇了 市场回暖 经济要复苏了 我很高兴 程总经理 骗人我可比你熟啊 到底有什么事 我有两个老朋友 历经波折 终于结婚了 我很感动 程总经理 既然来了 不如我们一起散散步 看看月亮吧 今天才发现 陈总经理 不是满脑子银行公路 其实心很暖的呀 今天才发现 陈总经理不是满脑子银行公路 其实心很暖的呀 什么问题 你和吴科长为什么离婚啊 这也和你申请博士学友有关吗 我们好歹是朋友 偶尔关心一下也无不可吗 我们要看见 与我看待感情 理解相聚深远 对了 你的学业 进展怎么样 这你就放心吧 教授肯定都会抢着收我的 請你們多謝